投票日前一天台股觀望氣氛濃 中場收在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二點 但隨著選戰落幕 不確定因素消除 專家看好接下來台股有望站上 萬八關卡 這一次在新的當選 他就告訴你說 選民他還是希望台美的關係 能夠繼續升華 台積電整個護國神山的地位 當然就是穩固的 從過往七次大選來看 即使選後五天台股上漲 降機率超過七成 二十天更超過八成五 加上週四台積電即將召開法說 分析師認為第一季淡季不淡 有望成為推升台股動能 CES站你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很明顯的詛咒就是在AI 而且你如果從去年很多公司 在法說上的狀況來講的話 大家都明確的指向說 今年不管是第一季或第二季以後 就會有很多AI的產品開始在中端出貨 隨著AI應用擴大法人也預測 台積電今年營收能成長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而除了電子股 軍工 能源類股 也有機會出現 俯漲行情 他們應該也是要反映 指正黨慎選的東西 短線激情加上基本面不錯 選情過後各界看好台股不再被壓抑 今新聞中文報導 立刻下載今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今好新聞